我光改作文 一篇作文错超过十个以上的错别字 现在已经不是罕见的例子 那成语的张冠李戴就更不必说了 这些具体而为的实例 其实已经不只是高中文言文 应该它少了几篇的问题 它是从小学国中到高中 一连串语文教育的一个崩坏 那么我坐基础车 甚至有司机跟我抱怨 那小孩子不知道我这些是谁 啊你好好到底 那我们的这些文史教育 让学生基础能力撒滑 历史尝试严重不足 使得父母与籍子女失去了共同的记忆 甚至失去了共同对话的材料 文言文它是拿来阅读的文学性 思想性的作品 白话是口语沟通的语言 请不要再有人来问我 为什么你自己不说文言文 好那么至于那些靠着中国文学 中国历史吃饭的名师们 因为意识形态蒙蔽了粮食 他们缝定了这些文化的归宝 我只能说他们是网读圣贤书的斯文无赖 这些人死以来 我也被许多网军朋友日夜照顾着 在此我郑重呼吁所有的网军人 翻转醒悟吧 起亦来归吧 你们都是年轻的生命 你们拥有高超的科技能力 可是你们却把自己锁在电脑前 用最先进的设备 加上最肮脏 最窝措 最不堪的谩骂 去供给一个与你宿命 平生毫无干系的人 这样的工作长期下来 你们的生命会不畸形吗 数字雇用你们的人 是在用钱污染你们的灵魂 扭曲你们的人格 阻断你们追求 自我实现的意义价值 切切实施的觉悟吧 这就是识 知识尽忽勇 台湾在108课章普遇之下 文化人心沉沦之深 是全世界华人最需要救出的地方 我怎么能离开呢 而且欧老师没有人事与客的 我有的只是忧心学子 未来的激愤 那就是教你良心 我心不坠 我言不讲 我只想唤醒 掌握全民的党导 你们诚信正义的面对教育 不要做人生公愤的律师罪